这个是家菜的 这一次的慈少课程跟以往不一样 因应徒姚解发放 70位慈少同学及家长 承担生活组迎接印度裔慈激照顾户 现在的父母很多都是帮小孩子安排做好 一些东西变成他们小孩子 比较缺少一个责任感 借这个机会我们要学付出 就是要一个机会给我们付出 扫地清洗碗碟 餐食摆放 对这群慈少来说都是第一次动手做 然后我就有问问他在家里有做吗 他就说在家里没有做的 然后来到慈激比较喜欢做 就是可能大家一起做得很热闹 然后我就鼓励他说 可能回去以后你回去也可以帮帮父母亲做这样子 在付出中感恩 年轻人更能体会慈少班里所学到的服务精神 学到我要改善 看他们见了要帮他们多一点 就很开心第一次做的东西 以前也没有试过 就看他们笑容会很值得 很不错的一个经验 有了做这个我还要来 把握机会承担生活组 父母孩子希望能为印度裔照顾户 在图腰节发放活动 留下美好回忆 同瞻嘉节喜气 在新闻许宝林苏特新 马来下报道